说起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功勋卓著的皇帝 很多人都会想起康熙帝 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敖拜 成年后先平定三番,收复台湾,亲征格尔丹,保卫雅克萨 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 被后世学者尊为千古一帝 然而,他对皇太子印仁两费两利 一手造成九子夺敌,兄弟相残的局面 皇子众多,地位仅有一个 几十年的明争暗斗,终究有取落人散之时 但是那些失败的皇子,最后的下场又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好,这里是史料未及 九子夺敌的原因 康熙育有三十五个儿子 除去早伤的皇子,一共有二十四个成年皇子 对于接班人的问题 康熙早早就立下皇后贺舍里的儿子印仁为太子 到了康熙晚年,由于太子印仁不得 康熙曾两次费力太子 皇太子印仁的费力使储君之位虚拳起来 从而激发了众皇子对太子之位的觊觎 诸皇子更加疯狂地结党营私,相互排挤 把储位之争推向了高潮 当时康熙皇帝的二十四个儿子中 有九个参与了皇位的争夺 九个儿子分别是 大阿个爱心觉罗印之 二阿个印仁 三阿个印纸 四阿个印针 八阿个印四 九阿个印堂 十阿个印额 十三阿个印祥 十四阿个印之 形成了五大捧党 这就是大清朝著名的九子夺敌事件 九子夺敌结束于康熙六十一年 当时康熙并故于畅春园 而当时十四阿个远在西北 四阿个印针流星 康熙晋臣隆科多宣布四阿个继承皇位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 自此之后 九子夺敌就算正式结束了 那么在此之前的皇子 或者在此之后失败的皇子 他们的下场又是怎么样的呢 各皇子的命运 大千岁党 大千岁党是以皇长子印之为首 为首党人就是大学士明珠 此人是印之的亲舅舅 其他党人有大学士余国柱 户部尚书福伦等人 大阿个印之是康熙的会妃所生 作为成年长子的他 一直寄予弟弟印仁的太子之位 印之身受康熙器重 他三次随父亲出征 包括康熙亲征格尔丹时 印之就建立了大量军功 另外 当朝大学士纳兰明珠 更是印之的亲舅舅 太子印仁被废后 印之迫不及待地向康熙表示 自己愿意替父亲处决弟弟印仁 这让康熙大怒 康熙虽然废了太子 但是对印之不顾兄弟之情的行为 更是厌恶 后来 黄三子印旨告发印之用巫蛊之术诅咒印仁 更是令康熙痛斥其为乱臣贼子 将印之夺取王爵 幽禁起来 雍正十二年 印之郁郁而终 终年六十三岁 太子党 顾名思义 太子党是以皇太子印仁为首 印仁的母亲是康熙帝深爱的皇后赫舍礼 她因生印仁难产而去世 康熙万分悲痛 不久之后便立印仁为太子 值得一提的是 赫舍礼的父亲 也就是印仁的外公 是义政大臣索厄徒 祖父是康熙的四大辅政大臣之一索尼 印仁聪慧好学 文武兼备 多次带康熙祭祀或监国 在朝野内外名声极佳 后来 康熙出征塞外 印仁被哥哥印之 告发其在朝中种种不仁的表现 使得被康熙废掉太子之位 太子初次被废后 其余诸皇子为储君之位争得头破血流 不得已 康熙重新复立印仁为太子 结果印仁不思悔改 甚至在索厄图的策划下阴谋篡位 使得康熙再次废掉他的太子之位 并拘禁起来 雍正二年 印仁病逝于囚禁帝 终年51岁 三爷 为什么是三爷而不是三爷党 这是由于三皇子印旨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明显的蓬党之事 他本身喜欢武文弄墨 周围都是些文人 他们受康熙之命负责编书 还负责重修坛庙 宫殿 乐器 编制历法等等 他们的最大成就就是编辑了中国第二部大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 所以印旨即使有当皇帝的心 但较之别的阿哥 动作可小得多了 另外 他和太子印仁的关系是非要好 太子被废后 康熙曾询问三阿哥印旨的看法 但是印旨并未对印仁落井下石 这使得康熙十分感动 后来 大阿哥印旨用巫蛊之术诅咒印仁被废 印旨知道后便向康熙告发 雍正即位后 因印旨与废太子印仁的关系很好 将他发配到井陵为康熙守灵 此后 因为印旨私下发牢草 并且对雍正的义母帝印祥的去世 毫无哀悼之情 被雍正夺绝并忧禁 雍正十年 印旨在囚禁地去世 终年55岁 八野党 八野党是所有彭党之中 势力最强的一支 以八阿哥印四为首 还包括九阿哥印堂 十阿哥印鹅 十四阿哥印支 以及侍卫厄伦代 内大臣阿灵阿等人 其中十四阿哥与四皇子同母 但在皇位斗争中 却偏向八皇子 为四皇子所恨 八阿哥印四自幼身受康熙喜爱 他在朝中广结善缘 乐善好施 人称八贤王 因生母梁妃 魏氏 缘系新者酷醉吉 因此并非子平母贵 出生便被送到惠妃 纳兰氏处抚养 低威的出身 温和的性格 让他在小时候受尽兄弟嘲笑 看低 然而其天资聪颖 德才兼备 与皇九子 皇十子 皇十四子 交情深厚 太子印仍被废后 八阿哥印四跃跃欲世 朝中诸多大臣 也都饱咒印四为储君 就连争处失败的大阿哥印之 也在康熙面前推荐八阿哥 这让康熙颇感意外 康熙称平最痛恨结党营私 并且当时他尚算壮年 看着朝中百官 及八野党的势力日渐强大 岂能不担忧自己的皇位 因此 这一切都被康熙看在眼里 心中大为不满 后察觉出 八阿哥印四的野心后 十分生气 说他柔奸诚姓 望绪大志 妄图勾结党羽 谋害印人 在有一次 康熙前往热河巡视的途中 八阿哥印四 因为母亲的周年忌日 没有随行 托太监送给康熙一只老鹰 但是在送道时 老鹰已经奄奄一息 康熙弟大为愤怒 认为这是印四对他的诅咒 当即告知众人与之决裂 于是 自知争处无望的八阿哥印四 和九阿哥印堂 十阿哥印额 开始举荐十四阿哥印之 为储君 四阿哥印真即位后 先是封八阿哥印四 为和朔廉亲王 此后开始找借口 将他夺绝 圈禁于宗人府 并改其名为阿奇纳 以示侮辱 这在满语中是狗的意思 雍正四年 八阿哥印四 因病在狱中去世 终年四十五岁 乾隆即位后 认定印四无悖逆之时 恢复其宗室身份 九阿哥印堂 为人慷慨大方 重情重义 是八阿哥印四 和十四阿哥印之的 坚定支持者 这也让四阿哥印真 所记恨 印真即位后 印堂连遭厄运 他被雍正夺绝 并消除踪迹 定罪二十八条 并改名塞斯黑 这在满语中是厌恶的意思 雍正四年 九阿哥印堂在狱中 遭受非人待遇去世 终年四十三岁 十阿哥印额 是康熙帝四大辅政大臣之一 厄碧龙的外孙 他因为是八阿哥印四的支持者 被即位后的雍正圈禁隔绝 乾隆即位后将他释放 受辅国公品级 乾隆六年 十阿哥印额病逝 享年五十九岁 十四阿哥印支 虽然是四阿哥印真的同母帝 但他却是八阿哥印四的坚定支持者 康熙年间 他曾作为统帅率军出征 为保卫西藏做出了贡献 他颇有军事才能 被封为大将军王 雍正继位后打压巴野党 印支被降为贝子 派他驻守皇陵 此后干脆将他全禁 直到乾隆即位后才恢复自由 乾隆二十年 十四阿哥印支去世 享年六十七岁 四野党 下面该说一下本事件的重要人物 四阿哥爱心觉罗印真的情况了 至于四阿哥印真 也就是后来夺嫡成功的雍正 他很会揣摩康熙帝的心思 他暗地里有网罗人才 年庚瑶和龙科多被他收入旗下 并且在表面上绝不流落出 争位的痕迹 成为最终的赢家 从而继承了皇位 在九子夺嫡中 四阿哥印真 不像其他皇子那样 展现出对皇位的极度渴望 相反选择韬光养晦之策 与众兄弟保持和睦 并向父亲康熙表示出极大的孝心 这也使得其他皇子对印真失去了警惕 另外 印真四处走访 了解民意及风土人情 在励志层面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康熙去世后 四阿哥印真的手下龙科多控制住了京城局势 为他的登基扫清了一切障碍 此后 作为皇帝的印真 勤于正事 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 获得了当时社会的好评 雍正十三年 印真去世 十年四十五岁 十三阿哥印祥 虽然是四阿哥印真的一亩地 但是他们二人常常形影相随 关系自然是亲密无间 九子夺嫡时 印祥坚定地站在哥哥印真这一边 印真即位后 印祥受到重用 被封为何硕遗亲王 并成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 但印祥的身体状况长期不佳 后因积劳成疾 于雍正八年病逝 年仅四十四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关于九子夺嫡的事件 清朝历史上曾有过九子夺嫡的惨案 康熙膝下子女数量较多 而且个个都是能人之辈 随便在其中拎出一个人 都可以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 只可惜 皇位只能一人登位 皇子们野心勃勃 就注定发生一系列悲剧了 那么 为什么最后雍正能成为最大赢家呢 其实 他能有如此成就 早在小时候抓周就能看出来了 中国人一向有一个抓周的习惯 雍正当年抓周的时候 选择了一支笔 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选择 可他拿起笔后 瞎写了一个字 让康熙帝脸色大变 在场人也十分震惊 大家感慨 此子绝非常人 但大家没想到 这个字在多年后 竟能变为现实 那么 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雍正抓周的故事 雍正的抓周典礼 抓周 又叫 世儿 世周 即幼儿周岁礼上的 一项很重要的仪式 这项仪式最早起源于三国时期 据传是孙权发明的 当时孙权突发奇想 将几个宝宝放在一起 面前放了些翡翠 珠宝 犀牛角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结果 有的宝宝抓了翡翠 有的抓了珠宝 只有孙浩一手抓了检测 一手抓过寿袋 后来 孙浩果然成为了吴国的皇帝 后来呢 抓周仪式逐渐流行 在幼儿满岁宴上 家长都会特意在孩子面前 摆上笔 书 玩具 刀剑 算盘等各有寓意的东西 让孩子凭本能去抓取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孩子抓到什么 即可预示其以后的发展方向 例如 孩子抓到了文具 说明以后喜欢读书 抓到了算盘 说明以后会过日子 抓到了钱币 说明以后能赚钱 《红楼梦》中 贾宝玉当年抓的是颜纸 所以一辈子泡在女人堆里 和女人纠缠一生一世 简不断理还乱 其实 抓周这项习俗 不过是人们对孩子未来的 一个美好寄托罢了 康熙在位时期 因深受顺治的影响 对于汉文化 在满清的渗透并不排斥 因此 作为汉人的传统习俗 抓周仪式在当时的皇家 还是备受关注的 对于皇室而言 但凡降生帝王之家的皇子皇孙 其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 而要在众多不平凡的子孙中 选出资质最佳的 皇帝往往都会通过抓周仪式 来对子孙做一个等级分类 康熙一生共有17个孩子 雍正只是其中一个 但对于康熙而言 却是最特殊的一个 据相关史料记载 雍正在刚出生时 与其他孩童将士别无二致 也可以称为平平无奇 当时的康熙对于雍正的降生 也仅仅不过是欢喜一瞬罢了 知晓自己又多了一个儿子 大清又多了一个子嗣而已 然就在雍正刚满一岁的抓周宴上 似乎一切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雍正的命运 也由此刻开始重新洗牌 抓周宴上 工人还是往常那般 在刚满一岁的雍正面前 摆放上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 之后 康熙会议后 再将小雍正放在这些物品面前 让他自由抓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其实所谓的抓周宴 也仅仅不过是走一个形式罢了 众人心知肚明 抓周这一习俗 只是大人对孩童未来的一种期许 在现实生活中 还有很多人长大后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是与儿时抓周宴上 所抓的物品毫无关联 但万事都有一个特例 而雍正恰巧便是那万分之一的特例 虽说在抓周宴上 孩子所抓的物品 与其最终的人生走向 并不一定完全吻合 但不可否定的是 这其中也有一定的机缘概率 而无疑 雍正便是那机缘概率之下的天选之子 在抓周宴上 小雍正能够坚定不移 目不斜视地直奔毛笔而去 足以见得其日后必定是个成大弃者 而他的坚定不移 目不斜视 也可以看出 其并非三心二意 得拢望鼠之辈 雍正拿起毛笔写字 而在他抓到毛笔后 众人本以为此次抓周宴会就此结束 却不想这位刚满一岁的孩童 会直接在地面上写起字来 要知道 在此前并未有人教过雍正读书席字 而此时此刻 小雍正的一举一动 足以令众人倍感惊奇 起初刚意识到小雍正的做法 四周的工人担心触怒龙颜而欲上前阻止 然而 实在太过好奇 儿子接下来举动的康熙 却及时拦下了工人 并示意众人保持安静 于是乎 在场的文武百官等人 皆将目光驻足在小雍正笔下的字迹上 待小雍正书写完毕后 众人仔细一看 毫不意外地 均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而康熙 则在一瞬的愣正之后大喜过望 这难道不是天命所为吗 只见地面上明晃晃地写着一个大字 赤 这个字或许在现如今并不常见 但在古时候却意义非凡 尤其是对帝王而言 据史料记载 赤字是在古代九五之尊的皇帝专用词汇 往往都建于皇帝批阅的奏折之上 而小雍正 这个从未读书习字过的一岁孩童 却能够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 仅凭本能地写出这一字 足以见得 这是上天给予康熙 及其文武百官的一次遇事 震惊过后的众人 在此之后看待雍正的目光 也渐渐不由自主地开始尊敬起来 而康熙也在此次的震撼过后 对雍正这个此前并不太上心的儿子 特殊关照起来 换言之是直接将雍正视为大清的未来储君看待 懵懂状态下写出一个字的小雍正 哪里想到 今天之后 他的身份和地位会迅速跃升 毕竟还是个孩子 心态单纯 这也可能是他最为心思纯洁的一段时间了吧 就这样 小雍正在康熙的友谊培养下 慢慢优秀起来 曾经愚钝的模样完全不在 仿佛换了一个人 或许真的是天选之子的原因 碰上书本的那一刻 小雍正的潜力开始爆发起来 其他皇子在学识上确实落后他不少 康熙对雍正另眼看待 康熙多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个儿子 看到他能有如此蜕变 内心自然很欣慰 可是在很早的时候 康熙就已经立下了一纸传位诏书 只等自己嫁贺妻去 雍正就能成为下一代皇帝 只可惜呀 后期出现了九子夺嫡的惨案 康熙诸多优秀的儿子 在皇位面前开始四分五裂反目成仇 到头来 乾清宫贬下的诏书重见天日 他们所付出的努力还是功亏一篑了 好在 雍正也确实没有让人失望 经历九子夺嫡后的他 变得愈发精炼 在这次斗争里 他在人少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把握了局势 如此野心和能力 倒也配得上天下之主的位置 就是可怜了康熙其他的几个儿子 他们本就是十分优秀的皇子 如果没有那么膨胀的野心 在外做个闲散王爷 未尝不幸福 最终惨败于雍正之手 他们的后半生 只能用凄凉来形容了 不过雍正能够脱颖而出 确实有他的道理 登上皇位后不久 迅速在朝堂开始整治之风 当初康熙留下来的烂摊子 硬生生让雍正在十几年里 查缺不漏 也收拾好了 可以说 如果没有雍正 康前盛世不会这般顺利发展 乾隆上位后的六下江南 正是用了雍正积累下来的财富呀 结语 也许早在抓州的时候 雍正帝的命运就已经被安排好了 当初写下赤这个字 使得沉稳的康熙脸色大变 也开始对他另眼相看 后来 康熙多年如一日地培养雍正 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代明君 也为康前盛世打好充分基础 这样的雍正实在令人钦佩 只可惜 过度劳累影响到了他的身心 导致即位十几年便沧桑离世 不免是一种遗憾呢 随着时代变迁 人们已经明白 所谓抓州象征未来的说法 纯属赴会之言 现代人对此已经能够客观看待 将其作为一种习俗而传承 并通过这一种方式 寄予儿女的美好祝愿 毕竟 最终的成功还是要靠个人努力 而不是什么天意和命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